聪明人只看三秒就知道如何取下这个圆环 而那些脑筋转不过弯的人给它半个月也无法取出 据说这是孔明出给张飞的一道智力测试题 如果不动脑筋 拿着圆环往上抽拉式 圆环似乎陷入了困境取不出来 把圆环往下一动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上面这个圆盘虽然可以旋转 但这并不能帮助圆环脱困 那要怎么取出来呢 张飞万万没想到 这个圆环看似设计的很简单 却难倒了很多聪慧之人 不得已去找到了曹操 曹操看到了也是直脑头 说道从古至今 能完好取出这个圆环的人寥寥无几 曹操拿到手倒过了大半天 先是把圆盘转回圆位 然后将圆环放入这个圆盘的凹槽里面 接着拿起圆环 然后把圆盘一时针方向转动180度 这样圆环就成功取出来了 学霸和学渣之间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智商 而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特别是在3到14岁之间 这是孩子脑力开发和智力提升的黄金时机 经研究发现 那些经常玩意志玩具的孩子 要比同龄孩子聪明很多 比如这款智力解扣24件套 每一次动手动脑的过程中 都是大脑在高质量发育的过程 孩子在玩的过程中 无形中锻炼的动手动脑的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以及对专注力的培养 把孩子用来玩手机的时候 用来做这个智力解构 是不是更有意义 感谢观看 请问等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